iPhone 現在拍照就愈來愈厲害 除了每一代的感光元件愈來愈大之外 最近iPhone 14 Pro 更加將主鏡頭升級到4800萬像素 今日我就決定用iPhone 挑戰一下無反相機 Sony A73 再用它們拍出來的相片給大家盲測 看看大家又找不找到哪一張是iPhone 拍的 如果不想錯過最新科技資訊 就記得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下通知鐘仔 A73 在2018年推出 算不上新機 但因為很好用 很多人都還在用這部無反的Full Frame 拍照 甚至乎在工作 不說那麼多 立即和大家玩一下盲測 首先試用普通的JPage相 為了公平起見 兩部機都會用Auto White Balance 不會放任何Filter和相片設定檔 先試給同事分辨一下兩部機直出的JPage相 以我對iPhone 的認識 我覺得A2的顏色是比較像iPhone的顏色 因為我覺得A2的尾聲好像有點濃 我覺得有點像用了一些Filter的感覺 Sharpness 是A1會比較強 會比較清晰 會比較清晰 但我再看後面 我覺得後面的鈕又有些暖暖的 我還是選A1 我選A2 B1的感覺是 超過暗一點 B2的感覺是曝光 會更加出一點 暗位也會更加出一點 我猜B2 我猜B1 C2我覺得在HDR的處理上會比較好 D2 我猜C2 我也是猜C2 我覺得我也是猜C1 它那個色差上我覺得像是C1 用iPhone拍到的 嘩 這個真的很像 很難看 我首先講了兩張相片有什麼不同 這個HDR做了好一點 D2的光位會爆光 D1的光位會看到天一加太陽 會不會D2是iPhone 我還是繼續D1 在介紹之前 以下下來有60秒的客戶廣告 讓你可以用8五折買到Castify最新的防跌手機殼 去保護你新的iPhone14 記得看到最後拿優惠 一般搭軍事級別的防跌手機殼 款式給人感覺都是比較軍事風的單一 但出了什麼可以Castimate的Castify 又怎會只會被用家的幾款選擇 他們有過千款的引花 Castimate的設計等著你 Singgiband Impact強行防速 可以提供2.5米的防跌保護 而Bounce的強防速 更加可以提供6.5米的防跌保護 比軍事級別測試的標準高出6倍 他們今次採用全新物料Ecoshock 這個螺旋敏的設計 亦都令到衝擊力平均分散 還有有足夠的緩衝無禁200螢 剛才我掉了部機落地 都是完全沒有螢幕 影相都沒問題 另外還有全新多功能手機掛繩 掛什麼都可以 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用Infobox的link 在Castify的官網 用8.5折買到iPhone14手機 學同指定產品 好 回來先 結果就是每人都猜中兩條打和的 很多人都會覺得相機拍出來的相片 一定會有更多details iPhone14 Pro拍出來的JPG相 尤其是光暗對比大的相片 HDR可以令到光位暗位都有更好的平衡 相反相機直出的相片 很多時只可以兼顧其中一樣 另外眼色方面 相機拍出來的效果會比較自然 但iPhone14 Pro拍出來的Saturation會比較高 色調相片都會偏老 就更加吸引眼球 不過如果放大看相片的話 當iPhone放大到300%的時候 背景會開始有點鬆 而細節的仔細度都會降低 一拍相機旁邊就會見到分別 好 第二關就是人像相片 人像相片最重要就是看他們的景深 夠不夠自然 不知道同事們有分不分得到呢 A1A2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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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A1的Saturation是高一點 其實是暖一點的 對 很明顯是 我覺得A2是像 我平時自己拍的那些 用iPhone拍的那些 這裏呢 前景 前景出賣了去 相機你放在這裏 應該是周圍的東西都會 周圍的東西都會淺 這裏沒有 出了事 我選A1 我選A2 嘩 其實B1拍出來 人像的顏色很漂亮 我想說 因為我覺得兩邊的景深都很像 B2就好像 膚色沒有那麼明顯 B2是iPhone 我也覺得B2是像iPhone 這個漂亮的妹妹是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Model這麼漂亮的 真的不錯啦 哈哈 C2是真實很多感 似乎是 這樣對比起 但C1又做得很漂亮 會拍出來的 對 後面那些完全不銳得到 還有那個膚色 然後那個膚色又是 漂亮很多 拍出來 C2是iPhone 我也猜C2 這個景深是 幾不錯的 空這個是 就是iPhone 我也猜D1是iPhone 對 我也猜D1是iPhone 人像相片來說 其實每一代的iPhone都會有些進步 來到新的iPhone 14 Pro 可以看到它的景深已經做得幾自然 雖然放大看都會看到一些頭髮邊位差一點 但不放大看其實跟相機做出來的感覺都幾相近 而人面的細緻度來說 相機就會做得比較自然柔和 連眼影的顏色漸層都可以Capture到 不過因為iPhone的HDR 顏色光暗那些都會幫你處理好 基本上一拍完就Ready to post 打卡就會更加方便 今代iPhone 14 Pro其中一個大升級 就是可以拍到4800萬像素的Pro RAW相 除了拍到的Details多了之外 後製空間都會多些 最後這一回合 我們就會拿iPhone 14 Pro的Pro RAW相 和相機的RAW相做的比較 兩邊都會做少少調色 看看它們有分不分得出 說真的 我和同事收拾完之後 其實我們都分不出哪張打哪張 不如你們有挑戰一下 有說每天都可以過來發眼 這個真的有點考慮 這個也有點難 我們再看遠一點 A1是 A1的物件邊位比較鮮 我自己覺得A1就是相機 A2就是相機 就是iPhone 我第一眼的感覺 B2的顏色是有黃一點的 B2 像是這個 用iPhone拍攝多一點的 如果我這樣看的話 放大了之後又好像 有點不同 這個畫面 好像有點不同 我可能轉態 我可能會轉態 我會維持完半和感 B2是iPhone 我應該轉態 B1是iPhone 這個難度越來越高 看暗位的分別 鋼琴面的LUT7表面 看看有沒有微綠 又有點難 LUT7的表現 似乎是C1 又好像做得好一點 C1是iPhone C2有點像相機 除了水哥 答中了一題之外 其餘幾題都答錯了 其實由於Pro Raw 是沒有景深的 所以要分 看看它們有沒有景深 就會分到 Pro Raw 除了可以有足夠的 color range 讓你去調色 放大看 會見到iPhone Pro Raw 撿出來的相 Noise的處理 甚至乎比相機更好 這個可能 就是Pro Raw 4800萬像素的威力 始終A73 只有2420萬像素 放大看會舒適一點 其實現在iPhone 拍照已經很厲害 尤其在iPhone 12 Pro 開始推出的Pro Raw之後 在救光或日景之下 其實拍出來 已經沒有限近相機的程度 不過 如果要講限制的話 我就希望下代的iPhone 可以有Portrait Mode的Pro Raw 和直出的JPG相片 都可以有4800萬像素 那用iPhone拍照 就可以更加多發揮空間 換生活 下科技 Unware-K